前面我们发现社会课本和我们的生活没有连结 所以觉得社会很无聊 所以我们去了现实馆 并且听了一遍导览员的导览 还在那边做了笔记写学习单 但在现实馆里除了志工导览员我们班 就没有其他人了 回到学校后大家开始讨论为什么 现实馆里面会没有人 我们就整理出六种可能 最后在全班的票选下导览太无聊 成为我们班要解决的问题 邀请导览员 我们班邀请了导览员 在邀请之前我们班一起想出许多问题来访问导览员 对于问题我们分出了四大类 1.为什么 2.当导览员需要的专长训练事情 3.和小朋友互动时感觉心情 当下在想什么 4.当导览员的成就 感受困境 很快到了导览员来的那一天 大家拼命地赶工 终于在导览员来之前画完了 导览员面带微笑和我们互动了整整两节课 班上同学提出的问题 导览员都很流利地回答 导览员还会提出问题来问我们 让我们讨论 导览的过程中笔记组都很努力地做笔记 经过导览员的回答问题让班上得到更多前进的动力 也对现实馆更加了解了 接着班上同学开始想要如何让导览变得更加有趣 吸引更多人听导览去现实馆 同学们就整理出了方案 最后我们选择了吉祥物和改编流行歌曲 来让导览更有趣 接着就是一个漫长的寒假 大家把吉祥物画出来了 下面是班上同学的吉祥物发表会 我们班想借由吉祥物的设计让导览变得有趣 在发表会中大多数同学想将吉祥物做成书签 当作奖品送给听导览的人 也在3月5号家长会时摆摊做班上吉祥物的介绍 将做成书签的吉祥物送给家长 让他们去现实馆 或者是让我们的吉祥物在校园里进行投票 再将前几名送给现实馆 让现实馆参考要不要使用我们的吉祥物 这是班上同学做出来的书签草稿 只需要再加工一下就可以变成可爱的书签了 接着就是3月5号的班亲会 班亲会前班上活动组就在想要怎么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行动 而讨论出的结果是严手偶戏 班上就有几位同学帮忙制作了手偶 然后原本的舞台从这样 变成了这样 不得不说实在太棒了 班亲会那天我们才用入班宣导 在活动中心摆摊做介绍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活动 后面我们也得到了宣导班级班导老师的赞美 请不吝点赞美 请不吝点赞美 请不吝点赞美